8點到這裡就不長了 這麼大雪不怕 哥哥今天早上才這裡 水退了 我們這裡之前只有1米多高了 現在趕快3、2個時間 下雨了 今天 唉 這個坦州 中山下大雨 香港下大雨 嘩 來源都幾靚 今天本身就是狂風暴雨 打算休息 在客廳和Andy和阿菲哥聊天的時候 聽到一些粉絲說 香港黃色暴雨 我們就想一下 讓大家看看坦州狂風暴雨 那邊的窗戶會不會爆呢 或者是看看有沒有地方有沒有水浸 是不是 飛哥 看看吧 反正也有空 反正今天大雨都拍不到樓盤了 我們就拍一下真實情況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從街景看城出發 然後呢 我們就去御豐明門 然後 幽浴城 中澳春城 金帝社紀城 還有呢 最後就去看看 御豐明門和國際的花城 這幾個比較少的樓盤 讓大家看看 今天時間就是 這裏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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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1號 1點46分 好了 現在出發 這裏跌了 今天這麼大雨 這裏都完全沒有水浸 完全是有一點 車輪那裏 帶了點水進來 沒有水浸的 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 前面雨太大了 我們有沒有出來 現在雨小了一點 我們又出來了 那裏有沒有水浸 街健康城 就用一些排水器 沒有問題 街健康城的地勢 高一點 是啊 地勢是高一點 它是抬高組的 你可以看到 我們三旗的大門口 要走幾個台 抬街 抬街才能上去 整個地勢是抬高了 所以大家放心 目前看見街健康城 都沒有什麼問題 主要我們去看看 那個潭龍蘭路 收路那裏有沒有水浸 或者帶水坑 好的 我們出發 出發 飛哥你也挺有 這是你女兒做的 是嗎 手為自己畫的圖像 我女兒喜歡 你女兒喜歡 我覺得挺有 挺可愛的 這個東西 是 我飛哥這裏 這段開慢一點 看看現在收路這個部分 有沒有去 有沒有什麼大水坑 哪裡水浸 有沒有 水浸 沒有 也沒有水浸 是 那收路今天就停工了 因為今天就下大雨了 那… 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目前來看 也有很多車口 對 下雨天也要工作 不是說我們 那些人都要出去上班 那我們就是順手幫大家拍一下 也不算工作 看一條下 分享一些資訊給觀眾 一路 真是冒 順便看看今天這麼大風 雨風明門 有沒有甚麼窗 被人吹爛了 即使我開慢一點 可以 對,可以了 OK 沒有問題 這條路呢,今年年底左右就可以收好給大家了 到時就在一條雙向白車道的一條很漂亮的路 魚豐綿滿這裡也在動工這些地方 一直在動 修正 搞靚了,珠海的人才方便過來坦州消費 不過已經有很多珠海人在坦州消費 你們知道嗎 他們買的最多東西是什麼 買最多東西 珠海人在坦州消費最多東西是什麼 樓 八成的人一定是樓 對 最大筆錢都是用在樓 因為珠海樓價太貴了 三十萬多 便宜一點也要兩萬多 如果你真的在市區工作 所以去湖深堂住又不是路 因為過程是遠 有時遇到早高峰或晚高峰的時候 你分分一個小時才達到 坦州價錢和湖深堂差不多 甚至更便宜一點 平時很多人都走過珠海大道 所以車比較多 對,車比較多 雖然沒有空洞,但車比較多 車流量很大 所以很多珠海人都選擇了坦州 好 好 好 這裏是優越向隔離 看看這個優越城有沒有水浸 沒有問題 完全下水系統好一點 收到貨 城市規劃這些排水系統 排水系統 我們現在去看看這裏 這個街邊有沒有塞水 沒有,完全沒有問題 那我們去看看中浩春城 現在優越城這裏都可以做低手期 如果人們對於 對於平時方便 優越城有一個好處 就是 它可以下雨天 可以直至從地下停止一場 都可以走到商場 不用太遠 不過 為什麼呢 它的樓密度相對高 除非選擇最後一陣子 望北向那些 是很負落的 其他護眼就流氮區比較窄 其他護眼就流氮區比較窄 嘩 彈走到哪裏 失水 等一下 都沒有什麼問題 都不是大家說的那些 很爛的地方 中山的水系統不行 都可以的 聽說中山老城區那裏差很遠 老城區沒有辦法 昨天聽說水都過漆頭蓋 嘩 到漆頭蓋 對 昨天 嘩 那車肯定過不了 反正到前面那個車 那個人的漆頭蓋 即是摩托車輪都沒有 看不到 電動車和摩托車輪都會浸在老城區那裏 嘩 這也挺重要的 都要往新城區發展 對嗎 對 不過說回這個 其實個人不太特別喜歡中山市區 因為規劃都這麼漂亮 說到天花的農況 但始終解決不了 就是它很多主幹島都是兩車道 即是雙向四車道兩車道 視區只有減窄條路 怎樣玩 大哥 一到分分鐘 有時三點多都可能失過中車 所以我不太喜歡去那邊 可以去旅遊 有歷史 可以去吃東西 吃東西去玩 可以 但我覺得住在那裏 差一點 特別是市區 特別市區那些地方 可以說 什麼利和廣場那裏 真的太失落 一到高峰期那裏 失落到媽媽都不會 三分鐘在馬路上 失落了一個多小時 可視乎來到二回大廣場 是一人之間 小廣場 各方都不太愛 也好 一整支 整慣 總之 那些呢 多汽車 多汽車 看看坦州一個比較熱燒的樓盤 中澳春城數一數二 中澳春城也有低收負政策 具體看資質而定 最低可以低到0.5成 至於能否做到就看資質 到時我們可以過來看看 反正價錢我們肯定要做得比較便宜 反正Andy哥會幫你搞定 他和老頂城的來往 始終不同 可以幫大家爭取得更多優惠 我們都會做的 大家給我們生意做 我們都會做 也送一部小車給大家 對嗎 反正我們的小車不是小綿羊 真的可以駕上路 四個輪子要下排 如果不要便可以 即使用2萬元 沒有水贈 完全沒有問題 雞隊沒有床水 路邊也沒有床水 飛過開慢一點 完全沒有辣水 防水系統好一點 而且大家看看這個中澳春城 都駕高了一點 所以水都流出來 整個小區都不是積水 飛過現在帶我們去哪裡 去甘底四季城 因為以前周邊的搶房是怎樣的 那裡也算是 扣郡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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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是中心區 看看那邊的水浸情況 看看有沒有水浸 看看路有沒有水潭 可以跳下去游泳 想游泳是嗎 沒有,下雨天 快點回家游泳 好,我們到那裡再給大家 好 剛剛跟飛哥聊了 下雨天當然要演全面 所以不停機了 只是開機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去甘底四季城 對呀 看看這邊 左邊就是坦州舊區 右邊就是坦州新區 小心啊,飛哥 駕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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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搖窩就追尾 追尾,我看到市匹都掉進去了 所以下雨天開車 一定要小心 對呀 注意安全的 大家在香港也住 保重 如果太大雨 沒有什麼急事 就不要出去 因為下雨影響視線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下雨天開車 沒人送外賣給你 有 絕對有 絕對有 其實安心在家裡 等著下單 等著外賣到就可以了 又有幾個美團哥哥 都很麻煩 他們都很麻煩 香港如果黃色暴雨 大家要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 如果真的下這麼大暴雨 有沒有邊帶會水浸 到時歡迎大家在評論區評論一下 真的想了解一下如果真的下大雨水浸 我之前有 之前 是去年 黃大先會有水浸 對嗎 地鐵也浸了 那時是很大暴雨 什麼颱風 都忘記了 雨大島 深圳又排紅 搞到新駕駛在哪裡 水浸了很厲害 地鐵也浸了 可以撐船 很誇張 其實那些都不關香港的排水系統問題 真的雨太大了 沒辦法 好 看看這邊有沒有什麼水浸 完全沒問題 沒問題 是 用這個水浸 你看到什麼水浸 畫面 是 遇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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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